香港疫情急速恶化,截至24日零时,香港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达80宗,再次突破3个月单日新增最高。 香港医管局决定25日起重启亚洲博览馆的社区隔离设施,首阶段启用1号及2号展馆,病床约200张。 香港天水卫医院急诊科顾问医生李立叶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,此次将在2号展馆设立初步确诊区,用于为初步确诊病人做第二次的快速测试。 若确诊,病人会被转去1号展馆做治疗。 李立叶表示,为了避免在检测过程中发生感染,对初步确诊患者的行动有着更严谨的安排。 他们在这里呢,他们都会有一个很严格的感染控制措施,包括在他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,又或者是他们之间的个人卫生,他们的行走路线,全部我们都是有特定的安排的。 香港医管局表示,将会似乎已经发展,考虑逐步启动8号和11号展馆,届时合共可提供1900张病床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